女人自己用手解决需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三位有经历的女士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都是怎么说的 第一位思杰今年38岁 她说,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原因 我跟我那个所谓的老公就成了那种见一次少一次的关系 我这个人老实说,我也有我的生理需求 这没什么好难为情的,每个人都有 那怎么办呢,除了自己用手解决 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你总不能让我去找别的男人解决吧 那不就成了出轨了吗,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自己解决的时候,我体验到了那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那种只属于自己的快感 一旦你尝到了,那种感觉就会停不下来 起初我一个星期自己能动手解决二至三次 那个时候我还能控制住自己 然后我开始每天都想要 再然后,我一天就要自己解决三至四次 每次我那个所谓的老公回家 他总是想跟我亲热亲热 但是我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 有时候我会假装配合他 但我心里根本不想 所以我会表现得很冷淡 没有任何的情感 有时候我会直接告诉他 我不想 他是那种非常敏感的人 他发现了我对他的变化 还以为我是出轨了 所以他开始偷看我手机 查看我的聊天记录 但是他什么都没找到 然后他就开始猜疑 觉得我一定是把事情隐藏得很好 所以他为了报复我 就钱粹去找别的女人 你说这不是狗血吗 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分居 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离婚 我想也许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现实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你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 第二位孙茜 今年23岁 他说我总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懂事 彷彿被生活提前落上了印记 一直都有些早熟 几年前 我像是掉入了一个禁忌的漩涡 悄然然对男女知识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认识 这个过程的来龙去脉 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好像就是在一瞬间 我意识到了原来我还可以自己解决需求 那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让我尝到了一种只属于我自己的独特快乐 就好像是站在沙滩上面对大海 享受着海浪一次次的冲击 那种快乐很快让我上瘾 让我无法自拔 而我自己解决需求的频率就像是潮水一样 一波接一波 无法抵挡这种持续的自我解决需求的行为 让我感到了身体的疲惫 我无法再集中精力去学习 我的大学学业如落叶一般一点一点下滑 我的父母看到我学习成绩的下滑 他们住急 他们困惑 但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们无从下手 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 我的立架开始乱了一次 两次三次 有时候整整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没有来 我心里害怕 不敢告诉我妈妈 可是后来问题更严重了 我感到下体的不适 我感到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彭腹整个世界都在往我身上压 在反复的犹豫之后 我决定告诉我的妈妈 我准备好了面对妈妈的责备 但是当妈妈听到我的陈述后 她并没有责备我 她没有冲我大吼 只是安静地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 然后带我去了医院 现在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不能说我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是我可以说我再慢慢地变好 我再慢慢地找回我自己 第三位红红今年33岁 她说 在那个属于我灵魂沉醉的25岁时 我与那个陪伴我走过多个岁月的男人 斩断了彼此感情的红线 自那以后 我向一直扶平 随着生活的流水滑过无数孤寂的岁月 这场独自演出的孤独剧 唯一能够解决我身体中呼之欲出的欲望的 只有那种独自的自我抚慰 对于那些所谓的一夜情 那些无关痛痒的去约陌生男人 我无法接受 因为那是我的骄傲 我的坚持 我不想就这样随随便便 与一些面目模糊的男人共享身体的秘密 那些人是人还是鬼 我觉得自己用手解决需求是最安全的 没有任何风险 没有任何后果 然而我想当然给自己解决 这反而给我带来了我始料未及的问题 偶尔的自己用手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如果把它变成一种习惯 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经常忍不住 所以我频繁地用手攀登高峰 让我遭受了无数次尿路感染的折磨 还引发了让我痛苦不堪的复科炎症 这些都是那些我以为安全的自己解决给我带来的痛苦 而除了身体上的问题 我还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的脸色也慢慢地从健康的红润变成了暗淡无光 我会觉得自己像一只疲倦的小鸟 全身都是乏力的 没有任何活力 最近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开始尝试控制自己解决需求的频率 尽量减少用手的次数 如果我真的无法自我控制 我可能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我知道我不能再让自己沉溺于那种孤独的自我抚慰之中 我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出路 也许我真的需要一个男人 婷婷觉得自己用手解决需求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它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它的作用 但是当我们真正站在这个问题面前 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它呢 每个人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可能都会有过自己用手解决需求的经历 这是一种个人的 私密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理上的需求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安抚我们的心理和情感 但是这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正面看 它可以帮助我们 反面看 它却可能成为我们的负担 如果我们只是偶尔的自己用手解决需求 或者说我们可以控制住自己的需求 那么自己用手解决需求 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 如果我们长期过于频繁的自己用手解决需求 那么问题就会出现了 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就需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了 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身体上的问题 如尿路感染 妇科炎症等等 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精神上的问题 如焦虑 抑郁 疲惫等等 这并不是恐吓你 这只是在提醒你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 自己用手解决需求也不例外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长期过于频繁的自己用手解决需求 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我们的精神状态决定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对于工作的态度 对于人际关系的态度 对于自己的态度 如果我们的精神状态受到了影响 那么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 自己用手解决需求 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了 它已经和我们的生活 工作 人际关系紧密的关联在了一起 所以 我们要学会去证实自己的身体需求 把握自己用手解决需求的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